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国20强是来到了我们的彩排现场 然后根据每个人演唱的不同的歌曲 走一下我们的大屏幕还有灯光 希望在20近13的竞技赛当中 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视觉和听觉的陶铁事业 期待吧 比赛进行了快三个月了 这些快乐女生们几乎每天都只能睡三到四个小时 这对她们的体力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我们看到这儿有一个躺着的选手是何方人物呢 我们来看一下 哇 来来来来来 哎 怎么了 很累吗 我在睡一觉 很累吗 我们在睡一觉 我在睡一觉 你看我 睡一觉 而20强中西安唱区的独苗刘孟杰 也只好以自我解嘲的方式来摆脱现在的孤独 我把他们想成累赘到走一路 小黑终于没有人比我黑了 还有那个杨杨乐终于不用摸墙往线了 还有那个王老庆 终于没有人跟我一样没碰边了 还有那个乌寒终于没有一个声音跟我 也就是比声音谁的声音最好听了 没有人比了 宿明 终于没有人跟我比性感了 你没有我性感 在彩排现场 我们见到了曾琪的身边 坐着一位害羞的男士 他拉走 他是吉他手 他是吉他手 明明就是男朋友 是吗 是 你男朋友来现场是不是觉得特别幸福 他出哪个来的呢 好不幸福啊 早在广州唱区30进食的比赛中 曾琪就和他的吉他手男友合作了一首 可惜不是你 和许多娱乐圈明星拼命掩盖恋情的做派相比 曾琪还在比赛阶段就大方秀出自己的男友 除时可见这位性格直爽的川妹子 确实是敢爱敢恨的新一代快乐女生 我这句 我这句语气原来好想 不就是我能爱过的真具 你把你男朋友就这么曝光了 你觉得会不会对你以后演唱或演艺方面有一些影响呢 有影响我也不怕 本来就是事实嘛 哎呦 看你们俩感情特别好 好害羞 这个已经好害羞了 过来主要是跟他干嘛 帮他弹琴弹奏 你们要在一起相恋多久了 好 这个是在 这个 你这首歌是两个字的 在逼逼吧 有点不好意思 第二个逼问的时候 就把这个给你上来 把这个小的环节给你上来 算是吧 尽量在做 然后 王毅杰和段铃锡合作的一曲《Take Care》 是彩排现场的一大亮点 这首歌是断铃戏的最爱 可他却大方地推荐给了王毅杰来演唱 你推荐给他你会不会觉得没少害你 是啊 这首歌以后肯定要还要唱 就是大家把它留下来 然后他还要唱一首 我们先唱两首 七彩的天堂上尽没有 让曙光的相信 让柔乡的安静 They can't sleep They can't sleep 王毅杰超强的唱功 加上段铃戏弦术的吉他伴奏 这种姐妹情深的强强联合 一定能在本周二十进十的比赛中脱颖而出 那段铃戏和王毅杰的搭档呢 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说到这个段铃戏 他自从给一个锅盖头出现在比赛场上之后 就成为了一道风景 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预选赛上呢 李承鹏老师就曾经想给他发PAS卡 但是其他两位就不同意了 对他很张尔喜欢 因为一站在那儿就觉得厉害了 特别是那个胡海杰老师还说 他就是一手人 绝对不是模仿别人的二手人 我曾经听过二手车二手房 没有听过二手人 算他厉害 但是呢要说段铃戏 这个出道的时候 一个特色是非常重要的 对 海涛你当年出道是靠什么吸引大家 烈焰红唇 好了一起来看一下段铃戏的竞技历程 大家好 我是成都传剧的段铃戏 来自云南宝山的段铃戏 顶着一个最标准的锅盖头 拿着一把吉他 毫不起眼地走进了我们的世界 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第一次来到成都比赛 是叔叔陪他一起来的 说起灵气的歌声 叔叔是这样评价的 在宝山第一次能听到说是 唱歌会 吉他歌打这样的小女生 我相信我能进全国 不知道围绕什么 我在唱第一句 我就看见李成鹏老师 在那喝茶吗 还是喝水 然后就 嗯的一圈就转过来 我就说 嗯有心了 我心里头就想了 我正好又端起茶来 我震惊了 非常好听的声音 我很开心今天 谢谢 天高云淡 心里自己偷偷地想 那帕斯卡肯定是我的了吧 我个人做出一个 非常冒昧的一个决定 在我这里 我不会轻易地 把这个帕斯卡给你 所以我的意见是反对 因为我觉得 你还有很多可进步的 这种空间 还有跨度 就这样 段灵溪与成都唱剧逸选赛的 帕斯卡擦肩而过 而这段经历 也让她终身难忘 就像蹦极一样 人家在上面 啪你下去了 你今天的表现 让包老师 起鸡皮疙瘩 你歌唱得太好 你知道在我们 刚开始的赛事里面 本来是要给你帕斯卡的 但是 我是持保留态度 所以就没有给你那一张 但是 如果能再来一次 我会给你三张 她跟我讲那张话之后 我觉得 原来包老师也是喜欢我 因为想着一个人 我要用去对她唱 她不告诉你 把每场比赛当作 最后一场比赛来好好的唱 不管 无论结局是怎么 你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反正自己用心去做了这件事 不后悔就行了 一直来都听老歌嘛 然后我觉得老歌很 很好 好听 而且很有味道 正是这样动听的歌声 打动了成都唱区的三位评委 在50近30的比赛中 段林熙更是意外的 获得了这样一个承诺 我听说段林熙没有属于自己的吉他 是吗 是年纪小买不起吗 买不起我送你一把 大眼哥送你 我也送你 这个我来判断 两位老师给钱 我负责当见证人 送你一把吉他 带着这份沉甸甸的鼓励 段林熙踏上了争夺成都石墙的舞台 不负众望这一次精彩依旧 泪那么紧张 就能找到 老灯来的棒 之前我在 那个妹妹那边候场吧 然后 在那看着 晚一节也不进 晚心也不进 我就在那忐忑 然后说 今天到底怎么了 那个唱得好 这谁谁都没进 然后我就在那 到我肯定不会进 一心认真比赛的段林熙 一点也没有察觉 一份莫大的惊奇 已经握在了她的手上 孤单 听说琴一直是借的 是 还因为琴音不准 影响过你比赛成绩 对不对 今天这个琴感觉怎么样 又找谁借的 那个今天是导演组 给我借的 导演组太贴心了 如果这把琴用得好的话 我做主把它送给你好不好 送给你了行不 谢谢 还太不客气了 不要以为我这么大方 其实这把琴 真的是有人送给你的 这是我们评审 三位评审当中 包老师和李老师送给你的 我们送的不是吉他 是吉祥 我送你一匹马 帮你踏上远方的征程 将来不错了 成功了 也相同要去帮助需要保持 23号段林熙 紧急 29号段林熙 紧急 段林熙 恭喜你进入十场 耶 恭喜段林熙 进入成都上去十强 歌唱特别好 谁喜欢 没有理由就是喜欢 没有原因 因为喜欢 所以喜欢 因为我和他一样 同样喜欢音乐 所以我喜欢他 有时候唱歌很动作 好像打动人 让人的心感就很温暖 从第一眼见到他 在舞台上表演 他唱歌的方式 他的声音都很喜欢 段林熙 我喜欢你加油 段林熙一定会一直走下去的 段林熙加油 因为段林熙说自己是狗狗 所以粉丝们也给自己取了一个很亲切的名字 叫骨头 主公你好 我是骨头 我问你为什么喜欢狗 因为我喜欢狗 你喜欢看什么那篇 除了海绵宝宝 就还是海绵宝宝 因为我爱海绵宝宝 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小时候的梦想是 你喜欢狗 很明显 你打算什么时候 穿一架高跟鞋 给我们看看 这个嘛 下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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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练练吧 我会打个脚的 段林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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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送的不是吉他 是吉祥 因为我说的真棒 平均就舒服 是 而段林熙同学呢 从赛场上这个表现来 他唱了很多耳熟能详的 传唱度非常高的歌曲 但是这并不影响 他把每一首歌 演绎出自己的风格 是 我觉得接下来呢 就希望他可以在 之后的比赛中呢 可以发挥着所有的魅力 好好比赛了 把吉祥进行到底 好的 如果你见到段林熙 你想跟他上面说什么 把锅盖借我用一下 你的发型都很好了 其实在赛场上 留下的选手都非常的优秀 但是我们曹泰的选手中 也有很多 独具个性跟特色的人 是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采访一下 我们杭州唱区的 一位淘汰的遗珠 这是杭州 对 不说那么多了 省着提到深圳还尴尬 对 好的 来我们看一下郑星 郑星福底下张牙 遗憾指数三颗星 郑星曾在酒吧 铸唱了整整四年 丰富的演出经历 让他在舞台上气场十足 再加上独特深层嗓音 让他一次次征服评委 和现场观众的心 如果要走 谁能说得无望 我一个人吃饭 旅行到处走 走停停 也一个人看书 写信自己 希望你在未来演唱上面 能够再加金砖 因为你已经有了 先天很好的条件 但是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相信 你暂时需要离开 去做更多的准备 希望杭州的 努力 我们的梦想 希望你们帮我完成 加油 好的 谢谢我们的正心 李艳妮 遗憾指数三颗心 李艳妮是气道的长沙妹子 18岁的她 是服装设计大一学生 梦想成为音乐达人和设计师 高三毕业 仅仅学过一个月的吉他 便亦发布和收拾地 开始自我摸索原创音乐 她的音乐风格清新自然 让人托尔不忘 李艳妮是杭州唱区 选赛首张帕斯卡的得主 歌声有着地下摇滚般的爆发力 她一路顺风顺水 成功进击杭州唱区六强 虽然被淘汰了 但李艳妮要感谢的人还真不少 很多可爱的勤劳的工作人员 他们真的都对我们非常好 我都被他们养胖了八经 然后还结识了很多 热爱音乐有才华的朋友 然后我希望之后 能跟他们保持这段友情吧 也祝福他们能今后走得更远 我非常的 我力挺他们 对于自己的音乐梦想 李艳妮表示将永不放弃 如果有好机会的话 还是希望能 就是唱一些属于自己的歌吧 因为我觉得我确实非常热爱音乐 音乐已经融入到我的生活中了 无论以后是不是做职业还好 还是做爱好也好 我觉得就是 我不会放弃我对音乐的热爱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李艳妮非常可爱 之前做采访的时候 我感觉到她是一个非常爱唱歌 很真挚 也很直率的女生 但是最让我撑到的一点是 这么紧张的比赛 只能能够长胖 在我印象中 比赛能长胖的只有两个人 两个人 哈喽霍尔你好 没提到我 我这些 她是错了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不过我想问问你 如果当年是你去参加 比如说我们快乐男生的比赛的话 你会变瘦呢 还是说在这个规模上再发展一下 怎么说呢 因为我当时也是参加比赛出来的 我今天是要练新主播嘛 我是主持人 然后比着比着 就是随着经验的丰富 各个方面也就庞大了 有的时候人呢 积累很重要啊 好的 那我也希望海涛可以在今后有机会的情况下 给我们还原一下比赛之前的风貌 好吧 这个猜测有待证实啊 言归正传 下面看一下成都唱区遗憾离开的两位选手 秋玉人气达人 遗憾指数五颗星 在看女人气拱榜中 秋玉人气指数高达43440 顶次于沐浴山 稳拿第二名 秋玉被淘汰 无缘20强 让很多喜欢她的粉丝 皮卡丘们爱然神伤 我们要离开这个舞台 最后跟大家说些什么吧 来吧 我还很感谢从 就是很远的地方来支持我的 皮卡丘们 谢谢你们 就 谢谢 谢谢 不认识的 认识的都很感谢你们 感谢我的家人 感谢我的朋友 感谢我的同学 感谢我的姐妹们 每个人都期待 下次遇到真爱 只可惜我们都一直到 三赛以来 秋玉凭借其独有的嗓音 超强的魅力 使得自己人气高涨 摘得人气映像女生头衔 在成都赛区 实际六十 更因人气超高 直接成为冠军候选人 再多的哭我也愿意背 我的爱如潮水 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紧紧跟随 爱如潮水他将你我包围 这位从成都理工大学 广播影视学院毕业的漂亮女生 从小就喜欢唱歌和表演 虽然这次初位赛 没能成功晋级全过二十强 但大眼哥李承鹏 对秋玉的评价依旧很高 今天的最初的PK赛 是我听过他唱歌里边 唱的最好的一次 所以我一直坚持秋玉上 但是这就是生活 就是你表现的最好的 那次的时候 不见得你是成功者 但是在我个人心目中 秋玉是非常棒的好姑娘 我敬她 大眼哥李承鹏的鼓励 让秋玉觉得很给力 老师有句话 让我一下就有自信了 他说你是块月 你需要品的 当时就说 其实一开始看我 只有不起眼的那种 对我是带看型的真的 把我的歌也是带听型的 真的 大家记住 不准切啊 谢谢啊 来拥抱拥抱 谢谢 妈妈对女儿秋玉的表现 也很满意 我女儿真的挺好 我一直以她为骄傲 今天没进去 我二十强 那么不表现 因为到时候就到时候 也许她会越走越好 谢谢妈妈 我相信 相信受到大家鼓舞的秋玉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一定会更加努力 让更多人看到她精彩的表现 加油吧秋玉 沐一三 遗憾指数超五颗星 我想这就是 所谓爱的代价 你不必 比自己离开好 只管别人怎么看你 说你是傻瓜 问问你自己 你快乐吗 第一个宣布淘汰的是 沐一山 每一次我们宣布 某一个选手被淘汰的时候 都会有错愕 惋惜的声音 我们非常理解 包括我们自己 七个人现在就是 我掉队了 就觉得心里有点不太舒服 三赛以来 沐一山评线优美的外形 和身段一路定级 从成都来到长沙 被称为成都最美快女的她 却一直很有危机感 其实说实话 我从在成都三十计时的时候 我就每一场我都会预感到 这场我肯定会淘汰 因为我觉得我不够优秀 唱的没有别人好 然后台风也没有别人好 沐一山在学校学戏剧表演 擅长舞蹈 唱歌却不够专业 然而在每场比赛中 她再歌再舞的表演 都获得了观众和评委的认同 也因此弥补了她唱歌方面的不足 尤其是在五十进三时 沐一山化身加了笔海盗 抢眼的亮相被大眼哥李承鹏 形容为所有爱美男人的菜 简称山菜 如今山菜要走了 大眼哥也很为她惋惜 沐一山从一个不会唱歌的选手 到现在唱得非常棒 她下去我也觉得很 主要是她没有挺到我们 微博评审团行使权力的时候 如果她挺到那一刻 我一定会坚定地回答一票 差了一厘米 没有关系 结果这一厘米 你会赢得一万公里 我希望你的前途有一万公里 特别特别感谢大眼哥 一路 让你报价是吧 他们还有其他的战场 其他的机会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沐一山一定会通过她的努力 沾上属于她的舞台 让我们看到她优美曼妙的舞姿 爱美的男人们千万不要错过山菜 这大眼哥每淘汰一位女选手 她就会得到一个拥抱 我强烈怀疑她是不是故意的 是 大眼哥开玩笑呢 开玩笑 但说实话我能理解那种心情 因为我就是主持杭州赛区 每淘汰一个人 多少个拥抱 我很想拥抱 就是希望可以把我的力量传授她们 就是他们从你面前都是 啊这样走 我就 然后去个后面的大眼哥拥抱 大眼哥 下节看点 罗永娟淘汰不忘推荐瓦族音乐 夏宁老师你可以找我 每一场我都会预感到 这场我肯定会淘汰 红尘不莫妮相互爆料 不许威胁 不许威胁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想唱就唱 我是Alan苏醒 Hello大家好 我是Hito海涛 我们是105万组合 对了 我喜欢这个组合 我也特别喜欢 听着就富贵 是的 对那在擅长比赛中呢 我们的西安上去很可惜 六个人只剩下了一个冠军 本来说他们的采访还是其乐融融 大家都很和谐团结 但是呢 最后就剩下了一个冠军 所以我觉得很遗憾 我觉得其实也没关系 因为比赛就是这样 我觉得主要是在这个比赛中呢 可以学到多少的东西是最重要的 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先上去的选手 被淘汰的是 吴涵和文静 在西安场区参加初选时 吴涵抱着吉他 轻快弹唱 这种清新素兰的气息 征服了评委 吴涵也顺利拿到了 西安上去的首张巴斯卡 回想来参赛的初衷 吴涵的野心并不大 我肯定能管还省 接下来的每场比赛中 吴涵始终穿着牛仔裤夹T恤 抱着吉他演唱 也从未换过发型 固执地唱着自己的歌 坚持着自己的风格 有人说 吴涵是内地板教学 让人看到了久违的青春 很多人因此而成为他的本作 这次被淘汰 粉丝们都觉得可惜 说真实话挺遗憾的 为什么 我不说遗憾 为什么会有人说遗憾 好奇怪 其实吴涵把这个看得 真的比较当 他就是想来唱歌 真的就是想来唱歌 这个来自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的 活泼女孩 性格开朗 从初选到育选 再到晋级赛 宋敏每场都会给大家惊喜 每次都努力超越自己 在37近20的比赛中 他却一分落马 选手我们太强 我们随外幽容 对于以后的打算 宋敏说想做老师 对于生态老师 想跟我喜欢的人 可以在微博上爱策我 在北京的更好 所以说 收费 如果你真的爱音乐 我可以免费教你 小黑妹罗永娟 遗憾指数四颗星 选择也很重要 我们听的人会觉得 你一直在用力 一直在用力 情感在哪里 一路走来 我觉得我音气真的很好 所以今天 我没有留下遗憾 我觉得我也发挥了 我的那个正常的主评 我觉得就够了 罗永娟在来参加 快乐女生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名歌手了 他包括唱片 拍过电影 在微博中 也相当有人气 这个舞台 我一直都挺想来的 真的 然后这次有这么多机会 我不想再错过了 我就说 一定要来 一定要来试一下 小黑在出现时 凭借一首 深情并茂的 瓦族名歌 打发了评委 马上就要离开快乐女舞台了 他仍然念念不忘 推广瓦族音乐 我还想对那个 萨婷婷老师说 那个今天淘汰的时候 忘记了 就是太 忘记跟你讲了 就是 我是那个云南 林苍的瓦族女孩 然后我们瓦族 有很多很多的 那个音乐很好听 我希望以后 萨婷婷老师的音乐里面 也能够加入我们的 瓦族音乐 瓦族元素 萨婷老师你可以找我 然后我电话号码是 杨雅诺 四肢杨大帅 遗憾指数五颗星 毕业于广州 新海音乐学院的杨雅诺 是周笔唱的师妹 曾经参加过2004年 超级女生的比赛 并获得全国第七名 时隔七年 这位座右名是 我唱你听的可爱女生 为了音乐梦想 她重新出发 再闯快女舞台 一路走来 一直淡定从容的杨雅诺 给观众和评委 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宣布淘汰后 淡定的她有些伤不起了 接下来这两位 离开 将会离开我们的舞台 就是想他们了 想西安的那边的东西 我其实一直都有点 压抑子的情感 我想说不想哭的 但是因为我们西安六个 姐妹来到湖南来 真的很不容易 这一路经历了很多很多 所以有点遗憾 没有我以前证换 可是我觉得我已经 为西安努力了 王小庆音乐功名 遗憾指数三颗星 王小庆毕业于 西安外国语大学 艺术学院 现场演唱动感歌曲 每次爆发的超强小宇宙 都能带动全场观众的欢呼声 对于未来 王小庆充满信心 在快乐女生 37近20的第二场比赛中 西安唱区可以说是 最悲催的唱区 六场中有五位被淘汰 唯一留下的刘孟杰 累撒赛场 但这依然无法留住 团伴们离去的步伐 作为离开人数最多的唱区 难免有些相感 但很快大家收拾好情绪 虽然今天我们是 那个算是全军覆没了 但是 还有一个秒 所以我觉得林梦杰 林梦杰真的应该 把晋级进行到底 我觉得我们现在 其实真的很棒 就是每个都很强 评委不知道选哪个 所以算了淘汰吧 一吃一门 一看鬼片 毕竟他们都是快乐女生 他们要做的就是快乐歌唱 西安精神 无人能比 我们的西安快乐女生呢 就是哭着晋级 笑着离开 我觉得在这里给他们加油吧 西安的女娃们加油 我想问一下 你刚说的是赞西话吗 是东北话 西安林女娃们加油 是这样说的好不好 不过没关系 我觉得像刚刚他们讲的 就是一颗毒苗嘛 虽然说其他姐妹都走了 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冠军 孟杰可以带着大家的梦想 继续往前将晋级进行到底 吸收更多的养分 加油了 是的 那么下面有个板块 是怎么样的板块呢 就是我们的非常特别好看的 优 不是 快女快答 对 快女快答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好 这里是我们的想唱就唱 快女快答 我是马瑞 杭中是一个出美人的地方 所以呢 我们请到的是我们 杭中唱区的两位美人 红尘和傅梦妮 有请 首先是我们的傅梦妮同学 平时听说你是一个 非常粗心的人对不对 对 经常穿拖鞋就出门了 然后什么东西都忘记戴啊 可是我现在看不出来 因为你的打扮非常的细 我为了今天 真的是准备了很久 你知道吗 不然我可能会什么 绿帽啊 夹子啊 又别说 都说你是淘宝衣姐啊 因为我拍过很多平面嘛 还有淘宝上面的那些衣服啊 在淘宝当过model是吧 直言赶讲 那你觉得这一种性格 是你本身的吗 对 平时就这样 那有没有就是平时 有时候就是不小心说错话 或者让别人误会 或者怎么样 这样的情况 经常会有啊 那你怎么处理呢 时间长了 大家都会懂我了 你在唱那首掉了的时候啊 觉得你整个人 好像超脱到了另外一个状态 很嗨 很给力 你觉得这种状态是哪里来的 就是带着姐妹们的梦想 然后会想要好好唱 黑色硝烟掉了 雪把眼泪掉了 该出现的所有表情 瞬间掉了 瞳孔没有颜色 结了病的肠河 不枯萎的借口 却 不枯萎的借口 掉了 听说你还会模仿很多人说话 然后给别人打电话 恶作剧是吗 放假了 我要打电话 就问我们班长 就放假有什么安排 他妈妈接了电话 就说 哎 有个男的找你 哦 就把你当成了一个男生是吗 妈妈 你看那边有好多美女哦 来来美女 你们喜欢吃青椒吗 但我们试试一下 都相处得很好吗 对啊 她跟我一个房间 哦 你们俩又是室友 对对对 如果你要对我好一点 我会帮你们爆料 哎呀 她平时 不许威胁 不许威胁啊 她睡觉的时候 不喜欢拍灯 就是会喜欢很黑暗的 通常她都是这样啊 这是你自己给自己爆料的 她很man 再撕一下 性格很man 而且妈妈美少女很man啊 你也夸赞她几句 跟别人打电话的时候吧 就 那个样子跟声音 就跟在台上完全不一样 怎么样呢 台上是什么样 很霸气 很那个什么 然后台上就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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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这样子嘛 嗯 就这样 可 这我觉得关键是 她在跟谁打 不要跟我讲 那是妈妈 都是半个小时以上的吧 你看 都是四五个小时 完了 妈妈听到了 怎么办 到底是谁呢 就朋友啊 就朋友 哎算了 我就不问了 哈哈哈哈 啊 就是那很多朋友 也就是轮番的打电话 每一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吧 我就圆的还可以吗 还可以啊 今天呢 你看看 所有的这个粉丝也在现场 特别是我们红尘的粉丝啊 我们给他们一个机会 你确定没有带武器吗 没有 走上来这个 对对对 我想问一下 红尘从这么一拨比赛 总到现在 你觉得自己的一个评价有什么 我觉得我好像不断的在进一步了 你觉得她在进步吗 我觉得进步 主要是朝哪个方向电话 这个 主要偏 感觉长大了 长大了 哎呀 谢谢叔叔 这位叔叔啊 感觉感觉感觉长大了 你觉得她在舞台上 和她在生活当中 你现在看到她有什么不同 她在台上 我也在台下看 是是是 你在台上那就不对了 不是我也想上台 太难再来嘛 是不是 然后你觉得最大的区别是 在私下 她更开放一些 比如说话呀 性格呀 更 怎么说呢 更帅真一些 就一共是 十九朵花 就是天长地久 我们都会永远地支持她 十九朵花 要酒 是不是 对 在这个舞台上要酒 这个粉丝的支持也要酒 我们一直会在台下 一直关注你 一直会支持你 好感动啊 好感动啊 那你有什么话 对我们的粉丝说吗 因为我的粉丝 一直在帮我那个投票啊 转人气啊 很辛苦 然后就很心痛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休息 这样子比较好 听说你之前呢 已经是这个网络红人 然后来参加这个快女 是嫌自己还不够红吗 还是想要怎么样 照顾亲亲的尾巴 来参加一下这样的比赛 哎呀 斗胆问一句 孟宁你今年多大 16年那好吧 22岁你说你抓住青春的尾巴 这简直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因为我也没学过唱歌 所以就觉得 很喜欢就要去做 反正自己年轻的时候嘛 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让两位 一起来合唱一个歌曲 作为今天的结尾 好不好 黑天气线 爱漂亮没有终点 追求完美的情节 愿不爱每天 住地面别气馁 就观念跑到一边 现在就开始改变 它却也难飞向今天 耶 我生真好 哈喽 大家中午好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想唱就唱 哈喽 各位中午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想唱就唱 好了 我们的节目到尾声了 今天我跟这个海涛的 105万组合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不知道下一次再给大家 发105万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了 我相信只要有目标 梦想一定不会遥远 就像我们的快乐女生一样 好好唱歌 相信你们的音乐梦想 马上就将得到实现 加油 那么涛哥今天跟我搭档 感觉怎么样 我舒服多了 真的吗 整个人 随便放个人 你就觉得很好是吗 对 也不是了 只要是105万在这里 心里踏实 OK 明天还来不来 明天因为档期也挺忙的 涛哥就是忙 还有几个商业 和广告要 好的 所以明天中午1点 我会跟我的好搭档 头盔削一起出现在 想唱就唱